提起孙宁无论是金粉饰家中的五配方还是金华烟影里的孙曼妮都是青色的少奶奶角色 因此孙宁也渐渐地有了中国第一少奶奶的称号 然而随着十年演艺生涯的历练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火线三兄弟里 孙宁却一改往日少奶奶的形象演起了穿着大棉袄的抗战侠女 而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美丽至上的娱乐圈 孙宁这次竟然大胆尝试素颜出演 孙宁的角色虽然开始改变作品产量 却没有向其他十年戏龄的演员般逐步提升 从2002年至今 孙宁一直保持着平均每年两到三部片约的数量 视野发展不仅不慢 这除了和他自身随意而安的性格有关 恐怕也是他颇为恋家的特质造成的 我是绝对的宅女 特别宅 对 因为我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拍戏本来就走南闯北的 五湖四海的 就是感觉很漂泊的感觉 整天就是拎着一个箱子 然后住各种酒店 所以我好不容易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要就说多在家里待会儿 然后甚至我觉得陪我的狗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自从2012年4月结束了与王学斌三年的婚姻以后 孙宁便渐渐淡出媒体视线 享受家中安静休息的时刻 而在今年4月 孙宁频频被媒体拍到 和小自己五岁的男演员沟小然出生入队 心恋情逐渐浮出水面 不过相比于上一段高调的感情 也许是出于保护的目的 这一次孙宁对感情 确实不愿多谈 我觉得我的生活 其实感情已经不是 对于我来说 经历过一些 可能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吧 然后可能对待感情有了 就是对待感情和爱情观 就是有了一些自己新的认识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如果您对待感情和待感情 我们看到感情有机灵andro 国人都有回合